字幕提供 來到我們尖前顧後的節目 大家好 我是Leslie 我是Yemo 今晚我們多了嘉賓 我是Katy羅雅玲 我是中西區關注組 中西區關注組 我們尖馬之星是講這個尖沙咀碼頭 中西區有甚麼關係 這個關係 讓Katy說一說 其實認識Leslie已經幾年了 當時在一些說城市規劃的活動 聽她說尖沙咀碼頭 我們是中西區關注組 一向關注城市規劃和文物保育 所以跟Leslie有辦法談 其實應該是我們向你學習 因為你早前我們很多時間 已經出來關注保育這個問題 其實大概都五年了 中西區關注組成立了 主要是就在區內某些議題 我們第一個項目 其實就是荷里活道警察宿舍 但五年下來 其實關注的範圍大了很多 無論是露天市集 中環街市 甚至最近的政府山 我們都在跟進 其實我們今天請Katy上來 說些甚麼呢 可以說我們剛剛搞完的 就是道賞團先啦 因為多謝Katy先首先 因為帶我們去認識了中環的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加銀街 其實加銀街露天市集的道賞團 我們搞過很多次 以往一向就是 譬如幫一些學校 或者是一些團體 很多時候都帶學生去 這次為甚麼跟Leslie一起呢 其實就要說回 大概一一年前 我們兩個組織 就一起去了河內 參加了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論壇 或者Leslie又說少少關於論壇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上一兩集 都講過我們這個論壇這件事 其實再講一下 或者有些觀眾沒有看過 其實就是當年 2009年的4月份 我們出席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論壇 就是在裡面發表了 我們對於不同的一個城市歷史地景 歷史地景的一些研究報告 當年我們香港就有三隊人去了 包括我們芝麻之星 還有Katy你們 就是中西區關注組 就是在講中環那邊加銀街的街市 是 其實就有兩隊都是講中環街 加銀街市的 我們覺得 香港來講 我們很多時候保育 很多時候政府的重點 就會擺放在一些歷史建築 一些建築 但是對於一個在城市裏面 一個歷史的地景 其實相對是忽略的 加銀街露天市集 正正就是一個這麼特別的地方 它不是有些甚麼 很特別的一些文物建築 但是本身 街市本身 就是一個很有歷史 很有文化的地方 很多時候 很多人來到香港 或者是遊客 都會專門去加銀街露天市集 去看一下 去感受一下香港人的文化 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 我們覺得這一類型的文化地景 其實是很值得 我們思考一下它的保育方法 所以我們就專門去到河內 就向不同國家來的朋友 學習和分享一下我們的想法 我們尖沙咀馬桃巴市總站 就說有一個拆遷的問題 不知道中西區那裡 有沒有甚麼問題在面對呢 以加銀街露天市集來說 其實它這幾年 都是面對一個市區重建問題 因為本身 它是屬於一個市區重建項目 叫做H18 在十幾年前 當時仍是市建局的前身土法公司 就已經將加銀街 卑梨街和潔志街一帶 畫了作為一個重建區 自此之後 其實很可惜地畫了重建區 當地業主也在等著重建 其實等了十幾年 但是這個街市一直維持著 很有生命力 其實在中環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 大概在三年前 2007年 自建局就正式宣布 就說要開展這個重建項目 當時我們關注組一看 究竟這個規劃是甚麼 我們真的嚇了一跳 是四大座 摩天大廈 會在加銀街出現 有兩座是豪宅 一座是酒店 一座是辦公室大樓 接近三十幾層 接近四十層高 我們看到這種發展模式 究竟會怎樣影響加銀街 其實我們是很擔心的 因為重建的規模實在是太龐大 一個這麼有歷史 但它本身是很需要很小心 很細心地保護的市集 究竟可不可以抵擋著這樣的重建 其實我們最擔心是這樣的 其實不如這樣說 街市 其實我們當天上田出發 不是中環街市 為甚麼會這麼近有這麼多街市 當然要說回中環本身的歷史 就是在香港這個城市裏 最早發展的地方 當年英軍登陸 在水坑口 一直開過來中環這邊 慢慢建立了維多利亞城 說起中環街市 在皇后大道中 其實我們現在都知道它的位置在哪裏 其實當年中環街市就在海邊 而且差不多在開埠的初期 已經有一個街市的初型在那裏 船運貨到香港 其實就可以在那個落貨街市 都可以將東西出售 那就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街市 甚至到現在我們看到這一代 雖然它已經沒有運作十多年 但十多年前或之前 它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大型的街市 是以批發為主 當然亦都有零售 但如果你說去回嘉銘街露天市集 它主要就是服務區內的市民 或者是周圍來買菜 例如一些酒樓、一些餐廳的廚師 都會去到嘉銘街露天市集 那裏買菜 那它的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在一個山坡上面 它的位置是很好的 無論是住在山上 半山的居民 上落都是很方便 那方便就造就了一個街市的形成 聽上去跟他們尖馬都很相似 就是在海邊 然後海邊之後 有很多人在那裏來往往 都是一個很有人氣的地方 其實都是人民生活 和我們一些平凡的生活的地方 但是我們沒有它又不行的 不過現在是面臨一個 都是一個叫拆遷的問題 就是要再發展 但是其實政府有沒有說 很多的公佈出來說 有沒有諮詢市民 其實當時我們在2007年 發現了原來這個重建計劃 是這樣的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開始 譬如入一些意見書去反對 當時因為2007年 其實事件局就將它規劃的方案 就是入城規會 我們最早就是以一個意見書的形式 就是入城規會反對 這樣的方法的重建 但是很可惜 其實在城規會裏面 我們通常都會發覺 事件局的方案 頗容易就得到通過 我們當時也都覺得 不知為何 一些影響這麼大 對於無論是環境 交通各方面 或者它本身的特色 影響這麼大的方案 其實都得到城規會的接納 我們反對了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由那時候開始 其實我們就更加積極地想一下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說服政府 或者說服事件局 能夠修改這個方案 令它更加接合郭涵街 一個這麼有特色的地方 畢竟那種四座摩天大廈的模式 我想大家很簡單想一想 它可不可以能夠 真是保育到一個這麼有歷史 這麼歷史悠久的街市 其實很大疑問 Katyn剛才在說這件事 我就想起一個地方 灣仔太原街 其實那裡就是有一個類似的個案 就是附近也是拆了一邊街 然後建了一棟很高的大廈 下面就沒有商鋪的 冷眼冰冰的 就只有停車場的出入口那種感覺 但是你看到前半眷街 還未說再說重新發展 反而很有人氣 在街上很有氣氛 那些人專門會走下來逛 買東西 一些遊客 當地居民 街市 然後旁邊又有一些 玩具店 批發店 這個可以說 我想如果加咸街真的要搞到四棟 摩天大廈在這裏 可能就會變成另一個 這樣的激光 是呀 因為其實大家細心點想一下 就是一個街市 它能夠在百多年來 一直保留著一個街市 它其實是慢慢在這裏 周圍的建築 其實很慢地在轉變 但是斷不會一次過 就將所有的建築物拆掉 而是一個很大的 我們稱為 blanket redevelopment 重建的方式 所以這次 如果事件局 是用這樣的方法的時候 而建築的東西 跟原來的規模 是很不同的話 其實那個街市 其實我們稱之為 很細緻 或者很輕鬆 它怎樣可以保留到 它原有的特色 因為原有的街市 其實在街邊有小販 在路邊有小販 但是後面亦都有商鋪 或者後面有一些支援 那些小販的設施 例如給它們 好像倉庫一樣 但是將來 它後面變成寫字樓 酒店 可能是一些名牌的店鋪 一些商店 那些小販究竟那個生存空間 還有沒有呢 或者是原有的那些店鋪 它可不可以真的留在那裏呢 事件局就說 它會建一座兩層高的建築物 是給原有的商戶去申請 去租的 當然你有這樣的想法 應該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們細心點看的方案 它說那些商鋪 將來的租金 是會用市值的租金 來租給街市的 譬如是魚檔 肉檔 那裏是中環 它已經重新發展過了 周圍有辦公室 酒店 那會是怎樣的市值租金呢 原有的魚檔 肉檔 雞檔那些 可不可以承擔那種租金呢 我們其實真的很擔心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事情 就是說政府經常想保留它 但是就說 因為你以前的東西太舊了 現在就要建一個新的屋給你 重新包裝它 那你就住得舒服 那你做生意就做得好些 又有冷氣了 現在很多街市都有冷氣了 但是其實外表是漂亮了 或者環境是漂亮了 但是是不是欠缺了一些東西呢 欠缺了些甚麼 Kitty 你覺得是會沒有了甚麼 我覺得就好像 至少會沒有了一樣東西 就是沒有了地下的污水 因為那些人經常在說污水 弄髒 人們滲 所以就一定要入鋪 這個我覺得 我經常都覺得是一個 一個很差的藉口 很多人說 那個街市這麼骯髒 這麼多污水 那不就應該重建它 不是應該重建它嗎 其實大家想一下 為什麼它有污水 或者它不在家裡呢 究竟是不是要拆掉所有東西 就讓它就可以了 這樣解決那個問題 大家為什麼不想一下 政府其實一早已經可以改善 那裡的污水的問題 找多一些清潔工人 來清潔一下這條街 甚至是鋪那條街 安一些電給他們 其實根本就已經解決了 那個維生問題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 看看政府有沒有心做 如果它有心 整好這個街市 令到這個街市興旺的話 它十年之前已經可以做好 很多事情 我們面對這些重建問題 我們失去的可能是 沒有了人情味 二來可能沒有了一些 一些香港很特別的 亂中有序的規律 我們看回旺角 現在旺角都說這些街要重建 就說要有一條 即是一條條特色的街 有波霞街 又有一些專賣花 鳥仔 所有事情都重建它 每一條街都有特色 但是 跟現在的旺角相比 我們是沒有了一樣東西 叫亂中有序 是的 其實 我覺得我們喜歡的旺角 或是中環這些老街 它本身就是很有特色 很有心靈力 很魅力的本身 它現在已經是很好 它是亂 但是我們就是喜歡它亂 反而你過度的管理 或者過度的衛生 令到它其實沒有了原來的性格 就好像去行迪士尼那些街 或者是一些仿古的村 其實就是殺死了 它最重要的精神和靈魂 這跟我們鮮沙對碼頭髮鮮集一樣 又是說要去建一些東西 結果要拆掉一些舊的東西 結果那些人根本就換走了 因為那些人不會再坐車坐船 結果就搞到沒有了那個人 沒有了那種人情味 沒有了那種亂中有序 是的 我們經常覺得很可惜 加南加路天使集 那種亂中有序 好像你這樣說 其實是經過了百多年 慢慢地累積而成 它慢慢地生長 其實是很自然的 其實那樣東西就是 那個街市最正的地方 最正 但是我們的政府 或者市區重建局 它其實那個 我猜是整體上那種 就是比較 太過重視發展的一種想法 和一種發展的模式 其實就是錯過了 這一樣最重要的東西 在整個過程中 其實是很可惜的 可能有些人說 什麼亂中有序 什麼人情味 這些 你講而已 都不可能未必有這些東西 或者其實 我們的發展不需要重視這些東西 但是就不是的 原來我們看這幅圖 這個就叫做可持續發展 現在政府就經常都說 可持續發展 連這個市區重建 都是需要有可持續發展 上面包括什麼呢 包括三部份 第一個經濟 我們要有經濟發展 第二是環境 我們經常都說要綠化 或者是有一些 不要那麼多污染 空氣好一點 第三這個就叫社會 在上一集我就說過 這個施政報告 特首就把這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就只是擺放在環保裡面 看看這幅圖 這個是政府自己弄出來的圖 就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裡面的圖 其實世界上都是說這三點的 經濟 環境 和社會 就不只是說環境 說環保 這個社會究竟是說什麼呢 這個社會就是 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些人在一個地區上面 他們互動了這麼多年 他們在這個地區上面 所謂的回憶 他們的連繫 他們在這個地區上面 擁有的一些關係 甚至我剛才所說的 所有亂中有序 人情味 這些都是包括 在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這一部分裡面 但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 政府完全不知道 什麼叫可持續發展 但是很諷刺 這個發展局 就說 它第一個綱領 就說要以人為本 第二個綱領 就是說要加入這個可持續發展 那究竟 這個政府是在說什麼呢 很簡單 其實以人為本 它漏了一個字 你知不知打漏了一個什麼字 以雙人為本 不像的 可以雙字也可以 可以是超字也可以 大家不懂得笑 我怕不夠爛 沒事沒事 理家知識 理家知識 明白 你剛才說 就令我想起 在街市的生態環境裡面 其實這麼多年來 它是造就了很多機會 給一些 小市民進行一些 小本的經營 不論是小商戶也好 小販也好 他們能夠在那裏 不僅是維生 亦都建立在他們的 不論是一個小生意 和整個社區網絡 那裏很多小販 其實在那裏做了幾十年 和周圍來買東西的人 已經成為好朋友 或者是有很多在周圍的餐廳 茶樓那些 基本上是倚靠住 街不街露天市集 來供應他們的材料 真是很難想像 將來這個重建發生了之後 究竟整個食物的供應 是會怎樣改變 其實我自己也是住在中環 我也很擔心將來沒有送壞 或者要買貴菜 買貴菜這些不斷都發生的 因為政府又趕絕這個 首先有領會作罪 作惡 第二就是 不斷在這個食環處的打壓之下 你的店舖那些菜 麻煩你放入一些 小小事都要告你 政府永遠都是遺商人服務 你想想尖沙咀碼頭有誰被人告過 雪糕仔 說這個表演那個 小山都被人告過 他賣 珍寶珠 我記得 那次 這些小傷犯都是自力更新 牌都被你拿了 他不是非法擺賣 你這樣也要拘捕他 結果你這次就趕絕了 那種小生意小碗經營那些人 他們不想自力更新 不想靠中環 你結果就趕絕他 接著就說那些人 懶啊 拿中環啊懶啊 有誰想啊 不要說雪糕仔 只是隔壁的報紙 大姐都已經跟我們說過 他根本就是想靠自己 相受運吃 根本不想拿什麼中環 沒有浪費 其實真的很矛盾 我覺得政府 一方面又說 老天市集是一些很吸引的地方 一方面就說會支持老天市集 但另一方面 我又真是聽到很多 街上街的小販朋友說 食環真是時不時 會來抽證一下他們 搞到他們有時都 免得開店 你怎樣是支持一個 露天市集的運作 露天市集其實在香港 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僅是普羅市民 一定會用之外 其實遊客來到香港 都會專程來到這些露天市集 加銀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遊客來 你用一個市區重建 或者是所謂的食環 的滋擾 來到令到這些露天市集 不能夠生存的話 你說是幾可惜 在政府角度來說 它重建了都是會多遊客來的 來這個行商場 來住這個酒店 在政府對它來說 因為你每一個遊客 他在香港花多少錢 是有得計算的 有得用用計數機 你這個在這裡買金色 買兩千元 那個就參加這個自助餐 又給了幾百元 每一個遊客在政府心目中 都是一個價錢 一個數目 但是我們在街市裏面的老街坊 他們去買金豬肉 他們去喝杯奶茶 那個數目可能是沒有一個遊客 在市區裏面給的錢是那麼多 但是他們裏面的關係 那種情 是不能用數目去計算的 是吧 好了不如說到這裡 我們稍後回來 再繼續這個議題 就是講中環那邊的保育問題 是 瞻前故後第二節 剛才講到市建局 就是說會加入以人為本的理念 加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其實市建局 它在整個市區重建 或者整個市區城市規劃裏面 它是扮演一個甚麼角色 是 其實以人為本這四個字 其實已經講了很多年了 就算它原有那個市區重建策略 都有這四個字 但是我猜是否真的以人為本呢 就真的要到執行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其實我們都觀察了 或者看了市區重建有好幾年 比如最突出的可能是在利東街的發展 我最記得在好幾年前 在天星碼頭的時候 我初次認識了利東街的街坊 知道他們在灣仔抗爭了好一段日子 他們其實都是要求能夠留在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 我發覺究竟市區重建是為了甚麼呢 為甚麼這班街坊要這樣做那麼多行動去抗爭 他們只不過是希望可以留在自己原有生活的地方 難道市區重建不是為了他們嗎 後來慢慢事態的發展 我們就發覺原來市區重建竟然就是清洗了一些社區 我們現在去到利東街真是很唏噓的 你看到原本一條很熱鬧的起貼街 真是在一夜之間或是幾天之間可以完全沒有了 今天就變成一個地盤了 那當然有些街坊去了哪裡呢 市區重建有沒有真的改善到他們的生活環境 講起起貼街 我就想起和Katy去到越南的時候 其實我們住了一個叫做酒店 其實是等於雲宿那類的 其實下面就正是越南河內的起貼街 是呀 是呀 那裡是舊城區 是一個很多很旺很旺很多小商店的地方是很有趣 那個才是反而很吸引到我們作為遊客 去看那個城市他們的人是怎樣生活 其實不知我們那裡是很多愛國人 我們看到沿道甚至在地蹲坐在一條街上 他們在那吃一碗越南蒙粉 其實不是蒙粉是河粉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在越南吃過河落 即是這麼多日未見過 未見過有蒙粉 只是吃過有河粉而已 很奇怪 後來接過 所以你後來再去那一晚 我去到第二次 你見到有蒙粉嗎 有 我們見不到的 結果其實看到街道的文化 反而才是最令到遊客吸引到來到的地方 那裡其實沒有什麼商場 很大型的 真的很少的 沒有理由去到越南 還去商場 一定是去他們那些小街小巷 去看一看市民生活的地方 那才是他們有生命力的地方 還有是那個城市的墨搏 很可惜我們政府 特別是市建局 市區重建局 只會去多建一些商場 去多酒店 其實歸根究底的原因 其實都是因為市區重建局這個組織 它並不是一個政府的組織 它是一個財政獨立的公營機構 所以它做的所有的政策 或者是市區重建的項目 都是因為它們要自負盈規 它們要出糧 就一定要去購買一些 賺到錢的項目 所以我們見到市區重建 是否真的以人為本 是否真的以社區為本 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是的 尤其是 好像灣仔 中環這類項目 大家可以想像的 就是它們肯定是可以賺大錢的 就是這些 你看到現在在嘉銀街 它現存的舊樓都是四、五層 但是當它重建了之後 是建三、四十層的樓的時候 在中環的赤架 你可以想像 將來是多少萬元一呎 它可能是幾千元收回來 然後過幾年 變了高樓大廈之後 有幾萬元一呎 那個利潤是多大 所以我們都在想 我們如果要說服政府 是將這個項目 是真的做一個保育的項目 或者在重建的時候 盡量這樣降低發展密度 其實我們是叫它們要放棄 這種賺大錢的思維 賺大錢的發展模式 我們是需要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但是我們覺得是一個需要的改變 即我們看回這幾年 市區重建局的計 即所有進行了的計劃 除了一些很大型的市區 例如說里東街 或者中西區這裏的市區之外 它還有一些很小的項目是做了 例如說大角咀的某幾條街要翻身 或者是荃灣的珠寶街 它亦都是做了這些項目 其實我們又不能夠抹殺了它的功勞 因為我們看到可能說大角咀某些街 它翻身了之後 環境是確實好了 或者是荃灣的珠寶街 又確實真是做了一條比較特色的街道 但是我們看到的問題就是 這些項目都牽涉到居民比較少 例如說剛才所說的珠寶街 都是一些比較商業上的項目 所以歸根究底 這個市區重建局 他們在處理這些比較經濟上的問題 我覺得它是OK的 我覺得個人來說 但是在面對一些真正的市區 特別是和居民的居住權 或者居民之間的關係和聯繫方面 就比較差了 其實市建局根本上它有很多角色 其實復收、更新 是它其中一個角色之一 而似乎它搞復收也搞得不差 我們就經常覺得在加咸街這個情況來說 如果我們真心希望能夠保留到 這個這麼有歷史和特色的露天市集 其實市建局真的可以考慮 以部分復收 或者部分是細規模的重建方式 就是慢慢地整好這個地方 總好過拆掉舊樓 離開四座大廈是好很多的 因為我們那個導賞團 都看了一些復收了的堂樓 其實可能大家翌日可以上我們 千馬之星的網頁去看一些片段 其實那裏復收了的地方 其實都挺漂亮的 就不需要像現在市集團建局想做的 就是將一切的東西都先破壞 然後再建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是否有這樣的必要呢 是啊 其實我們自己住在中環的人都知道 其實近年來說 我們社區裏面 對於堂樓復收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有很多在SOHO的業主 都很喜歡這類五十年代起的堂樓 花很多心思去整好它 在SOHO其實有些業主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原來一些所謂的舊樓 你不要看到它爛爛的 你擺一些心機下去 擺一些資源下去 它真的可以做得很漂亮 而且是可以同時保留到整個社區的特色 我反而最記得那一道 原來我們走過一幢樓 我最初以為是新樓 怎知道原來Gaylee跟我說那一幢 是一幢酒店仔 但是它是用一幢堂樓去復收 變成了一間很漂亮的外牆 都很新正的酒店 其實這一樣東西已經證明了 復收其實一樣可以去更新社區 不一定要拆東西 這些是真正的活化 不同我們前幾集說的1881 那個是1884年起 但是硬是為了忌諱的四字 變成一字的壓 阿黎說得說得多憤怒 還有一些和昌大壓 這些假的活化 我們看到都打幾課 因為和昌大壓那一隻 它是活化的 的確它是說它是復收了一幢樓 外表很漂亮 但是它又拆了某些東西 還有最重要 它是將大壓的文化 它是趕走了 而變成一間餐廳純粹 但是如果那裡是民居 好像現在我們說 看見家人家好 它是一幢民居 可能它收了某一幢部分的業權 然後變成一間酒店民宿 其實都是給外國人 可以感受到 真真正正那種人家住的那種文化 起碼住都是一個活生活 因為即使它是整幢樓 是改裝 就是可能外場遊過 或者加了一些比較新潮的裝飾 可能現在近夏朗雲 他們掛幾個南瓜頭在那裡 整個鬼在那裡 但是那個地區的文化 仍然在那裡 即是街坊還在後面聊天 是的 那一類的復修 其實我們看得很清楚 就是因為在潔子街 譬如在潔子街 向下山的地方 就是重建區 畫了入重建區 甚麼都沒得做 但是在重建區外面 就是街的對面 我們就看到一些同樣 柳寧的建築物 紛紛都做好復修 有些是做了一些 可能是服務室 有些也是一些年輕人住的地方 我們覺得同一條街 同類型的建築物 根本是可以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而其實用復修的方法 其實對於整個社區的滋擾 是減低了很多 真是可以真正保留地方特色 為甚麼市區重建局 又不會考慮這些方法呢 我想都是跟這個圖有關 不過他就不看這塊的 這塊看少許 經濟在抹放到最大 其實為甚麼會有 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出現呢 就是說外國人在1950年左右 即那個時期 就發現很多的城市 都只是看這塊經濟 就說不行的 我們的呼吸的空氣越來越差 我們喝的所有越來越差 社區 有些社區 簡直是可以說死亡 在這個很出名的 美國社會學家 寫過一本書就說 美國的城市 其實有很多城市都死亡了 就是說我們在街道上面 已經不再見到小朋友在街上玩 因為在街道很多的汽車走來走去 當時就很多的小朋友 即是在街上玩 都被車撞傷 有些受傷 甚至死亡的個案出現 所以那時候外國人就開始 意識到我們的城市是時候 想一想是否真的要發展得那麼快呢 是的 其實這個想法 在美國六十年代已經開始有反思 六七十年代已經開始有反思 其實來到我們今時今日香港 我們還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真是 可能我們政府或者市區重建局 在做一個市區的更新的時候 所用的模式實在是很落後 我都覺得 講開街道 其實它的確是我們一個公共空間 一個很重要的一種的公共空間 譬如遷沙咀巴市站 或者是嘉涵街露天市集 它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空間 奇怪 政府沒有寫明這些是公共空間 究竟甚麼是公共空間呢 公共空間其實就是一些 大家都可以自由地享用的一些地方 通常來說你看回任何一條街道 本身所有人都會准出 除非是私家路的 私家路某程度上都可以在公共空間 不過可能就是那裡的居民 他們自己圍內的一個公共空間 就不是讓外人進入你的公共空間 即是其實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美國社會學家 他都說 其實我們去到每一個城市 那個城市給到你最大印象的地方 就是他那條街 因為他那條街上面 這個城市的人 就在這條街上面生活 他們這個城市的特色 文化全部都在這條街上面發生 所以 你在一條街上面 可以看到這個地區的文化 但是我們政府有沒有想過 我們在街上有這麼重要的重要性在這裏呢 這個我想其實 大家可以看回政府對於街道 他都純粹覺得被車走過 被人走過就算了 但是他都會覺得 喂不要啊 你在街道旁邊有車 有廢氣 那個小孩會衝出馬路 我剛才剛才這樣說 接著之後他就說 要將人和車分隔 然後他就將那些 好了這樣怎樣分隔呢 那可能是將那些人 就變成走上天橋 或者天橋很單調 那旁邊那些人怎樣買東西 接著就變了商場 不如在商場裡面開一條路讓我走 但是不要忘記 去到入了商場 就是屬於私人物業的範圍裡面 接著結果呢 發生的事情就是 保安會規範你做甚麼呢 保安規範你 你平時在街道 你站久一點 旁邊看久一點也不怕 怎知道可能就說 在商場裡面 喂我的通道很窄 人多 你不要站在那裡塞住 你買完就走 可能是這樣 其實現在那個 普遍走向商場化 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看看張君澳已經知道了 張君澳三大商場 鐵三角 我們究竟要多少商場呢 我們這個城市 到處都說要起商場 一條街的生命力 你去嘉銜街 你就看得最清楚了 我去買菜 舉例 我可以自由自在地 在街上 我看到有些好看的東西 我可以停留 我看到一個賣花的小販 我可以很開心地 站在那裡和他聊兩個小時都可以 這些自由自在的感覺 我們現在去到商場裡面 真是很難 真是想坐下來 都沒有地方 第一在街市反而來有 有些店舖也有張椅 可以讓我坐下 跟那些店主在那裡聊天都可以 商場連椅都沒有坐 迫著你到處去看東西買東西 要不就要入快餐店 買杯飲品才能坐下來 這個我又反而再想到一件事 我平時那群喜歡拍照的朋友就說 他們為何會拿著相機到處 在街市拍照呢 街市沒有人管 只要你不要騷擾到別人的話 或者別人被鏡頭就好走 之外其實在街上拍照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算你放了一張照片上網 對方其實都不能控告你說什麼侵犯私隱 除非你在張照片寫的 那些照片是很冒犯性的 是抵毀了他 他才可以告你 但是你在商場拍照 哇 不要休想啊大哥 除非他是在搞一些可能歌星來表演 簽名那些你拍過明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要拍照片 然後警察就說這裏不可以拍照的 別人商業秘密 什麼什麼什麼 總之這裏不可以拍照 但是這些規條在街上是不會有的 除了商場之外 就是人車分隔這個概念 還有其他的例如說 走這個地下走廊 之前都有人提議過 在這個尖沙咀碼頭那裏 建一個地下走廊 由這個尖沙咀走到過去中環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案 除了這個地下走廊之外 人車分隔還可以說 普普通通在馬路旁邊 加一條欄杆 加一條很長很長 鐵的欄杆 那你人和車就分隔了 但是我又想回 我們上次去嘉銜街那裏 那個街市 嘉銜街市是沒有這個欄杆的 即使有車進來 即是是很危險 即是車輛進來 人是自己會避開的 人是很會在車裡面中間 穿來穿去 特別是香港人 即是香港人靈活的 那這一種人和車 其實本來可以很和派 很融派的一起生活 但是政府就出於自己說 喂 減低這個車意外相亡率 那隔開了你人和車就沒有事 其實嘉銜街主要是傑子街 其實那裏的車進入 主要是送貨落貨 那就是為了供應街市 譬如有時候豬肉 有時候我有一次 好幾次都看到他們送豬 都很特別的 有一隻隻豬 背下來就送去肉店那裏 那這些是出於街市的需要 那司機駕駛到進來結智街 基本上都會慢慢走 因為他知道這一條都是很多人走的街 那其實都 一向都說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要你不要太多其他的車輛 或者是我們就覺得 例如限制一個送貨的時間 那其實應該可以解決了 這個汽車的問題 其實如果真的要重新發展 起這四十幾五十層 那麼高的樓 就會多了很多人在這裏住 到時會多了很多車樓 其實這個會對整個環境 周遭環境的交通流量 是很大的影響 但其實政府通常做這些重新發展 一定有做一些汽車影響的測試 但為何這些那麼大的問題 每次都說沒有問題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熟悉中環的朋友都知道 在街人街市集周邊 那些街道都是很狹窄的 譬如威寧頓街 即行車的可能是威寧頓街 潔志街 還有下行的阿巴丁街 其實現在的情況已經很濟實 本身的負荷都差不多足夠了 再在這個地方做這麼大規模的發展 所帶來的車樓 其實是加重了那區那些街道的壓力 我們都不明白為何他們做了那些交通評估 他們都說可以的 就算在很狹窄的 譬如威寧頓街 他們都說可以一架旅遊車 都可以扭進去 轉進去地下的停車庫那裡 這些其實都很不合理的事情出現 但是他就說他就找了顧問來做評估 我們就是小市民我們又可以怎樣 我們就知道那裡塞車塞到雲 但是我們沒有錢請一個運輸專家 去跟他做一個 透過影響影響測試 大家是對的 最大的事情 其實之前亦都有一些討論 我去了某些論壇 其實都有人提議 好像外國那樣 其實有一些基金 政府應該是供應給一些不同的地區團體 他們如果對政府那些相反的意見 覺得有問題的研究 覺得說不中狠的 他們可以申請一個基金 去請專家去做一些評估 至少都有一個機會 當然其實市場上的 都只有一兩三間 到底他會不會跟你做一個公正評估 這個可能是另一個後話 但是至少都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但是香港原來是沒有的 就是他重建 純粹只是在說 那個發展商要是甚麼 他就是說甚麼 就是原本那些原住民 那個說不中的權利 那個能力也有限 都不知怎樣跟他打好 很簡單 又是回到那個問題 這個事件是自負盈規的 他當然要找一些賺錢計劃回來做 他管理你小市民 他們其實最看的就是高空發展權 還有他可以發展到多少 起到多少樓面來賺錢 至於交通那方面 將來其實就是在周圍住 做事在社區生活的人要承受 我覺得政府如果你真是對市民好 你真是都不要再蒙蔽自己 在中環那些這麼擠迫的環境 你還要這樣來建四大座 就是大廈在一個這麼窄的街道的社區那裏 其實根本就是用自己來搞的 將來會出現的交通問題 其實真的可以想像是多嚴重 就是那邊會有這個社區破壞問題 有交通問題 我們尖沙春碼頭一樣 又是 又是在破壞家中設施 又是在破壞那裏的人 例如有人在那裏表演唱歌 有人在那裏賣報紙 雪糕叔叔 有人在那裏表演 這些文化會被破壞 還有附近的交通問題 又完全沒有一個 很令人信服的一個評估出來 就是這個社區 就是我們香港這個 所謂的發展正眼道理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不過時間呢 今天就其實差不多 那我們找時間 要再請KG上來幫我方便 好 其實都還未說完 因為我們今天的時間真的夠了 暫且我們今集說到這裏 遲些再請KG上來 我們再做個嘉賓 謝謝 好 那今天的時間就好了 各位觀眾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好 再見 拜拜